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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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额颂上主 因为他大过全盛 上主我的信量 我的荣耀 他曾拯救了我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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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今天的读经延续了昨天 我们所听到的 是 总徒们 在耶路撒冷开会 他们讨论教会内所 所发生的一些挑战 一些的问题 那他们在讨论 把路把问题带去 柏德路也说话 到最后是肉网 今天我们要听到肉网说了 大家听我说 他说我们不要加重外邦人 他们要皈依基督的 把一些胆子加重在他们肩上 我们从他们要学习 我们教会一直到现在 也有一些问题出现 我们学习要把这些问题 放在大家面前 一起探讨 一起讨论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参加今天 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四眼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身统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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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祈祷 天主 你的圣中 使不孝着成为义人 使可怜的人获得幸福 求你大展神能 管世恩幼 使我们借信德而诚意的人 都能持之以恒 勇敢地为信仰作证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之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宗徒大事录 使徒和长老辩论多时之后 博夺起来对宗徒和长老们说 弟兄们 你们知道多时以前 天主就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要借我的口 使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 洞察人心的天主 也为他们作证 赐给了他们圣神 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 在我们和他们中间 没有任何区别 因为他以信德 净化了他们的心 既然如此 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 在门徒的景象上 放上连我们的祖先 和我们自己 都不能负的恶呢 我们相信 我们得救 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 正和他们一样 于是众人都默不作声 静听纳伯和保禄述说 天主借着他们 在外邦人中 行了怎样大的征兆和奇迹 大家安静以后 雅各接着说 弟兄们 请听我说 西满述述述了天主当初 怎样关心外邦人 从他们中间 选了一个民族 属于自己名下 这完全符合先知的话 正如经上记载 以后我要回来 重建达位 以青岛的居所 以坍塌热的 要把它重建 而树立起来 使残存的人 就是一切奉献 所以 于我名下的民族 都要寻求上主 这是很久以前 公布这事的上主所说的 因此 我认为 不要难为 从外邦 皈依天主的人 只要写信告诉他们 借毙偶像的 垫污和奸淫 不可吃至死的牲畜的肉和血 因为自古以来 在各城内 都有人宣讲 梅色 每个安息日 每个安息日 在各会堂中 送读他的书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请在万民中 宣扬上主 上主的奇能 日复一日 不断宣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 传述他的光荣 在万民中 宣扬他的奇能 请在万民中 宣扬上主的奇能 要向万民宣布 上主为王 他稳定还语 不再动荡 他以正义公允 审判万邦 请在万民中 宣扬上主的奇能 主说 我的羊 听我的声音 我认识他们 他们也认识我 圆祝你们同在 那时耶稣对门徒们说 父怎样爱了我 我也怎样爱了你们 你们要生活在我 我的爱内 如果你们均守我的命令 便是在我的爱中生活 如同我均守我父的命令 而在他的爱中生活一样 我对你们讲论了这些事 为使我的喜乐 也成为你们的喜乐 使你们的喜乐圆满无缺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来赞美你 大家平安 我们在两个礼拜之前 从罗马总会 我们圣言会罗马总会 就派遣人来到我们这里 中华省来拜访我们 我们叫他视察 视察员 其实他不是来这边来看我们 给我们一些的评估 判断 他是来 拜访我们 那他跟我们讲说 他来这里跟我们一起庆祝 一起感谢赞美天主 我带他去台北 看看台北 以后他就问我 你在台湾有多久 我说我 在我住台湾有三十几年了 他说那你应该对台湾很熟悉的 对台北很熟悉的 我说就差不多了 好 我们对一个地方 为什么会很熟悉呢 因为我们住了这个地方 那我们住这个地方 我们就很熟悉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花了最多的时间 大概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花的最多的时间 就是在我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不只是我们花的时间 我们用的心也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在我们这一周 我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花的 我们用的心是最多的 那除此 我们所住的地方 也提供给我们的 我们最安全的感觉 最安全的 就是我们住的地方 那我们最放松的 也是就是在我们自己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住的这一家 让我们熟悉这一家 是因为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用的最多的心 也提供给我们安全感 也提供给我们自由 在今天的福音是 耶稣邀请门徒们 你们要住在我爱内 你们要生活在我的爱内 要生活在耶稣的爱内 要住在耶稣的爱内 意思是把耶稣的爱 当作我们家 把耶稣的爱 当作我们住处的地方 把耶稣的爱 当作我的房舍 那如果 跟前面刚才我所讲的 把耶稣的爱 当作我们家 我们应该对我们这一家 非常地熟悉的 因为我们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在我们这地方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 在停留在耶稣基督的爱内 我们应该用最大的心 最大的心 生活在这一家里面 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爱内 那这个家也提供给我们 提供给我们自由 提供给我们放松的地方 耶稣基督的爱 就是我们的家 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这一家里面呢 我们是否真的是 用心地生活在这一家里面呢 我们是否真的是 用心地生活在耶稣的爱内呢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给的答案 但是我们很清楚地 耶稣跟我们讲 我们要生活在祂的爱内 为了我们更有喜乐 我们的喜乐是圆满的喜乐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一家里面 在耶稣的爱里面 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是喜乐的吗 或是我们带着痛苦 耶稣要求我们太多了 我们就带着一个痛苦的心情 来跟随耶稣基督呢 我们要相信这一家提供给我们的舒适的 放松的 自由的 我们在这一家里面 有喜乐 圆满的喜乐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觉到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意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为卷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小爱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仿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是奉仪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愿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酬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使命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析切得安慰者圣神 亲属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笑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 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 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 广大人民 或论的恩人 以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上心人的意愿 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称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以诱惑 但就我们免以羞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 与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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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